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6月15号,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67岁生日 那在这个大日子,大家呢是不是应该先祝贺一下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还有小组长生日快乐 那为什么狗哥希望大家呢都要祝贺一下这个习近平生日快乐 因为感觉他真的是这个太孤单,太可怜,可能有这个网友会知道 昨天呢也是一个大日子,是美国总统川普的生日,74岁的生日 这个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川普的生日和习近平的生日呢 正好是紧挨着就差一天,所以呢如果是这两个人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啊 就像这个川普说的是这好朋友,那他们完全可以每年在一起过生日,对不对 狗哥呢有一个梦想啊,就是在将来这个中国和美国的总统们 他们个人啊能够成为这个真正的好朋友 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在将来呢也能够成为在世界观 在价值观方面都比较一致的人群 能够呢真正的互相的亲近互相的欣赏啊,这个呢就是狗哥的一个梦想啊 不知道在这辈子啊还能不能看到这一天啊,应该呢是非常有可能的 只不过呢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呀,跟现在的中国那肯定就是两码事儿了啊,完全不一样了 刚才那狗哥说了就是感觉这个习近平今天太孤单太可怜 那为什么狗哥这么说,昨天这个川普过生日,在推特啊有很多人祝川普生日快乐 包括一些外国的领导人 在美国国内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川粉啊,非常这个大张旗鼓的去庆祝川普的生日 但是呢在今天习近平过生日 狗哥呢是看到这个冷冷清清,非常的冷清 相当的冷清,没有任何人向这个习近平祝贺生日快乐啊 到现在为止,北京时间6月15号这一天已经快过去了 应该呢是还没有人给习近平打电话或者说是发微信祝他这个生日快乐啊 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也是一片冷清 完全没有任何人去提习近平的生日 没有任何人祝他生日快乐 这个呢就是在中国呀非常诡异的一个现象啊 现在呢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的爱国 特别是中国的这些个爱国粉红们 狗哥呢在以前的影片里说过了 至少呢有95%的中国人都是爱国粉红 那这么多的中国人这么爱中国 那今天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过生日 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人公开祝习近平生日快乐啊 为什么正在看这个影片的这个中国的爱国粉红们 狗哥呢是特别希望你们能够留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认为中国跟习近平是两码事啊 是不是认为这个习近平不能代表中国 那今天习近平过生日 在中国这么冷冷清清 是不是不太合适 为什么没有人去公开祝习近平生日快乐 那你们是不是太不懂礼貌了 还是说呢你们害怕 如果说呢在网络上公开祝习近平生日快乐 那可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 会被删帖会被封号说不定还会被公安请喝茶训诫 狗哥认为呢很大概率啊是最后一种情况 就是在这个集权体制下呀 民众没有批评最高领导人的自由 那时间长了 这个赞扬最高领导人的自由 他也没有了啊 即便是有人呢是真心实意的想去公开的赞扬一下最高领导人 但是呢由于这种自我审查已经成习惯了 一提到最高领导人呢 他就会觉得这个很敏感 所以呢他想公开赞扬他也不敢了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其实呢不仅是这个自我审查 中国的现实情况呢也是绝对不允许私人 个人去公开赞扬最高领导人的啊 大家刚才看到了 昨天美国总统川普过生日 美国有很多的川粉是非常非常的高调 开着游艇在河上去兜风去祝川普生日快乐啊 那99.999999的中国人当然是没有自己的游艇的 那能不能开着车或者说是骑着自行车 在中国的街道上你公开扛着国旗 带着习近平的大照片呢 去祝贺习近平生日快乐 狗哥可以非常的确定 显然是不可以 如果在中国真有人这么干 过不了十分钟 狗哥就可以确定就会有公安来阻止 并且呢会把你带到派出所 问你是什么意思啊 那如果说有中国的爱国粉红们不服气 不认可这一点 那今天呢就可以去试一下 看是不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到这儿呢 狗哥又想到了一个很著名的苏联笑话 就是在苏联时期 有一个人在莫斯科的红场啊 这个呢就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在红场上发传单 这个苏联特务机构 克格勃的人马上就赶到现场了 然后呢就发现那个人发的传单呢 其实呢都是白纸 上边呢什么内容都没有啊 就是白纸一张 但是呢 克格勃还是决定 要把发传单的那个人逮捕 那个人呢就提出抗议 那克格勃的这个特务就回复 他说 虽然你发的是白纸 但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吗 那苏联出现过的这种很荒唐的情况 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中国人不能够公开的批评最高领导人 没有批评最高领导人的自由 那同样现在呢 也没有私自擅自公开赞扬最高领导人的自由 所以呢 今天在中国才这么冷冷清清 习近平过生日 没有人敢去公开祝习近平生日快乐 那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就反映出 中国这个集权体制的荒唐和荒谬 狗哥呢还是那句话 如果正在看这个影片的 有中国的网友呢对狗哥的这个看法不认可 不服气 那你们呢也可以去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呢去试一下啊 也带着一些白纸呢 去天安门广场上去这个散发一下 狗哥可以非常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十分钟都用不了 两分钟之内警察就会出现把你拿下 如果说有爱我粉红不服气 那真的就可以去试一下 狗哥估计啊也没有哪个粉红不服气 不认可这一点啊 那中国什么样中国政府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平常中国人呢你可以集体的去装傻去装天真 可以在网上去冒充大尾巴战狼当键盘党 但是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啊 一旦涉及到这个现实生活里的这种实际的行动 那中国政府到底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的这些个爱我战俩粉红们 其实呢心知肚明心里非常明白 这个呢就是虚伪也是非常可怜 真的是让狗哥非常的看不起 所以呢在中国这个普通人的自由啊 他是被全面碾压的啊 其实呢不仅是普通人 在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里啊 可以说所有人的自由都是被全面限制 除了一个最高领导是习近平 在中国习近平呢 他是绝对不允许被公开批评的 公开批评习近平的肯定呢 都要进监狱的就像任志强啊 那公开赞扬习近平也是不能够随便进行的 什么时候赞扬习近平 怎么去赞扬习近平 那都需要习近平本人的批准 这个呢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来确立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是这个习近平的生日 习近平呢他就给自己啊 送上了一份生日的大礼物啊 就是中国官方媒体发的一篇文章 名字呢是这个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啊 这个文章呢是中国党媒学习时报 在今天首先发表的 然后呢中国的这些官媒呢都是纷纷的转发 学习时报呢 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主办的报纸 原本呢在中国的这个党媒官媒里边 那这个学习时报呢他是没有太大地位的 没什么人关注的 但是呢习近平上台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 那这个学习时报呢他就嫌疑翻身了 他就变得比原来重要了很多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他的名字 学习时报可以胡乱的解读成 学习习近平向习近平学习 所以呢他呢就在这个中共的宣传系统里啊 就嫌疑翻身了就变得重要了 那除了这个学习时报 大家都知道中国还有一个app叫学习强国 那中国官媒新华社呢还有一个栏目 叫学习进行时啊 其实呢都是一个意思 都是在赤裸裸的在拍习近平的马屁 鼓吹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崇拜 那昨天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个学习时报啊 他就发了一个预告说明天啊就是今天了将发表重要文章和重大报道 敬请关注啊重要文章和重大报道 这个呢在昨天呢其实也是这个引发了狗哥的好奇啊 不知道这个习近平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 结果呢今天一看啊原来就是这么个东西 就是一篇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啊 其实完全不是什么重大报道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他叫何亦婷啊 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 那这篇文章本身呢 狗哥就不详细说了 因为呢也没什么可说的 完全就是吹捧习近平的一个东西 语言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枯燥 非常非常的无聊和非常非常的恶心 大家都知道 这个曾经在中央党校担任教授的红二代蔡霞 他最近呢是有一个红二代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讲话的录音 那他就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 在里边呢有过一个评价 大家呢可以再来回顾一下 什么新时代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那叫胡扯啊 那个里面的逻辑 混乱 是语言的不通的东西 居然拿来当成宗教一样的神一样的东西 让全岛去学习 我在这说的是很不屑啊 所以呢对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今天发的这个所谓的重要文章重大报道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那狗哥呢就不做什么详细点评了 没太多可说的 这个呢就是在习近平生日这一天 中共中央党校送上了一份生日大礼物 是继续吹捧习近平 狗哥想说的一点啊 就是今天最新的这个吹捧习近平 肯定呢就会让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老领导们 感到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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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舒服 那中国大陆的网友们应该都非常清楚 中国共产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都必须是理论天才啊 都是需要有一些重大理论 重大思想来进行那个神功护体的啊 毛泽东就不用说了 邓小平呢他有这个邓小平理论 江泽民呢他有这个带三个表思想 胡锦涛呢他有这个科学发展观 那这些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们啊 在他们当政的时候 这些理论神功啊 都是被宣传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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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牛逼的啊 但是今天学习时报的这个文章 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他呢是把这个所谓的习近平的理论神功啊 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狗哥的感觉呢 就是在地球上已经是装不下了 习近平思想呢 必须要冲出地球去指导宇宙了 必须要给全宇宙啊 来提供这个解决方案 文章说呢 今天的这个说法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世纪为尺度命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近成果啊 也就是这个习近平思想 文章还说呢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那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没这个江泽民 没胡锦涛什么事了 对不对啊 这篇文章通篇看一下来 江泽民的名字就提了一次 胡锦涛的名字也是就提了一次 江泽民的这个神功理论啊 带三个表思想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在文章里边都是压根就没提 那大家说 老领导们如果说看到这篇文章 心里会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就觉得这个习近平呢 真的是太狂妄了 真的是无法无天 你完全不把这些老领导们放在眼里啊 人还没死呢 你就要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里被抹掉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狗哥必须要说这个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现实 也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现实 就是习近平他真的就是享有这个一尊的地位啊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都是一尊的地位啊 唯我独尊 没有人敢公开挑战习近平的地位啊 所以呢 很多人现在在想象里还有什么江派上海帮团派啊 什么的跟这个习近平的内斗 这个呢 基本上都是扯淡啊 习近平刚上台的那几年确实存在这种斗争 但是呢 在2018年修改宪法以后 他成为中国终身领导人以后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标志着习近平呢 他已经成功夺取了这个一尊的地位啊 中共党内的斗争呢 肯定还会有 但是呢已经没有哪个人或者说是什么势力 敢公开挑战习近平的地位 或者说呢是公开质疑习近平的政策啊 从2018年开始已经是不存在了 习近平呢 在中国在中共党内都是完全已经建立起这种个人独裁了 最近几个星期 还有很多人呢都在关注这个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关注他们的矛盾是不是公开化 狗哥也认为呢 这个呢也是过度关注 狗哥在以前的影片里就说过 李克强他虽然是中国国务院总理啊 中共党内的排名也是这个第二号的人物啊 紧碎习近平 但其实他呢就是给习近平打工的啊 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他完全没有意愿去公开挑战习近平 在实际上呢他也没有能力啊 用蔡霞的话讲呢 中国的军队武警啊这些暴力机构都是完全捏在这个习近平的手里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呢 又都是这个乌合之众 墙头草 所以呢在中国即便是有挑战者啊 包括李克强 那你靠什么去挑战习近平 你手里没有枪杆子刀把子啊 又没有这个普通的中国人愿意跟你站出来 那你呢有什么资本去挑战习近平对不对啊 不可能的 现在中共党内啊 对习近平百分之百都是言听计从 包括李克强 还有什么汪洋之类的啊 他们能保住现在的这个职位待遇啊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他们个人来说 李克强前一段时间说什么地摊经济啊 说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不到一千块钱啊 其实呢他就是一不小心说了这个大实话 完全不是要故意挑战习近平 他没有公开挑战习近平的想法 更没有资本 所以呢在现在在将来 那习近平在中国政治上的这种一尊的地位 绝对独裁的地位 是没有人能够公开挑战的啊 他这几年来的各种这个内外的政策 进行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除非在将来中国经济呢 出现一个大崩溃的局面 那到时候呢 那可能呢才会有改变啊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蔡霞在他的这个讲话最后说的 中国人很不幸 命该如此 好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聊这么多 最后呢 大家呢 再一起祝愿一下很孤单的习主席啊 生日快乐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也欢迎大家能够点赞 评论 转发分享狗哥的这个影片 在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